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健养生频道 橄榄有很多品种,而羽衣橄榄就是其中一种 羽衣橄榄的外表酷式卷心菜 羽衣的区别就是羽衣橄榄的中心并不像卷心菜一样卷起来 羽衣橄榄在国外受欢迎的程度远远比国内的高 大家是否知道羽衣橄榄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而且羽衣橄榄是具有抗癌功效的 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羽衣橄榄的膳食纤维远远超过皂米 所以经常便秘的朋友,你们的福音来了 可以经常使用羽衣橄榄,可以很好的缓解便秘的症状 此外,羽衣橄榄可以使身体排毒 三叶橄榄菜可以清除体内毒素 因为它含有益流青酸盐和骨光肝胎 经常使用橄榄菜可以帮助人体清除药物、农药、污染物和加工食品中所产生的毒素 此外,羽衣橄榄还是抗癌和抑制肿瘤的蔬菜之一 这是因为羽衣橄榄中含有大量的硫配糖体和叶绿素 这种物质是很好的抗癌作用 不仅如此,羽衣橄榄还可以抑制肿瘤的形成 因为长期使用羽衣橄榄可以很好的预防子宫内膜癌和乳癌的形成 再来,羽衣橄榄的纤维和水分有助于消化 有助于治疗、肠医剂综合症等消化问题 羽衣橄榄中的蒲甘露巨糖也可以通过抑制细菌过度生长 并防止细菌粘附在胃壁上来保护胃壁 此外,羽衣橄榄还可以保持心脏健康 因为它具有抗炎特性 它们的维生素K和纤维含量有益于心脏 维生素K可以保护排列在血管、动脉和静脉中的细胞 并防止可能导致心脏病发作的动脉钙化 另外一方面,纤维可以降低党固醇水平 另外,羽衣橄榄还可以降低轻光眼的风险 因为它富含维生素A和维生素C 可以有助于降低眼病 根据刊登在研究美国眼科杂志中 羽衣橄榄可以降低导致57%的成为轻光眼神经损害的风险 但是专家警告,也是有人群不能使用羽衣橄榄的 由于羽衣橄榄是碱性食物 含有钾、绿痕、调节水液平衡的元素 食用后可降低肠道的酸度预防肠道内的军犬失调 对防癌有益 但是羽衣橄榄属于性寒的食物 体质虚弱 脾胃虚寒 腹泻的人不易食用过多 血压过低 手脚容易无故麻痹或抽筋的人也不易食用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点击订阅分享这个视频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见